你这300多万根本不知道是哪去干什么 我们前面的那个商铺 它是租到3万 一个月3万 想想看 你要300多万给赔给人家 人家去买个300多万 一个月能租3万吗 租不起来的 那么前面说到这位阿姐 在12年前 在闽航的新松路巴比龙广场 买了一个商铺 买的时候是240万 那么现在正好轮到洞千了 因为这边是要到地铁12号线沿线 那么阿姐前面也讲了 她这个12年 240万的成本收租还没收回来 是吧 对 那么现在给你们拆迁的话 方案是什么呢 方案就是给你评估了一个很低的价钱 单价大概多少了 单价大概是5万多吧 你们这属于是商铺的洞千 对 我问她为什么评的这么低 她说现在商业不景气 但是我说我们的商铺租金回报高 我只想一直收拾的 我就当一份工作也可以 是吧 最起码我两个人的工资最起码有了 前面阿姐讲了 现在她这个店铺的话 一个月能收1万多 现在就说你们这边有多少商家了 一起要动签掉 已经动签已经弄了一年了 因为大家都不同意 现在签字签了多少了 签了大概百分之十几 几十家 大概70家左右 70家签了百分之十几 对 那会不会之后还有一点什么补贴什么 会最后极高总价 现在都是没有 现在就是说看一些上海的这种工房的动签 他好像单价也就是5万多6万多这样对吧 他们5 6万 他们也可以赔到十几万 人家你想想就两三天签约几百分全部签掉了 就要他的动签方案做得好 像你这一间的话 大概能赔到多少呢 他说三百多万三百多万 对你现在进来的时候240万 对245万 三百多万也就是说比你原来的多一百多万 你现在按照现在的通货盆栈是吧 你这个钱你这三百多万根本不知道是哪去干什么 我们前面的那个商铺 他是租到三万一个月三万 想想看你要三百多万给赔给人家 人家去买个三百多万一个月能租三万吗 租不起来的按照上海的租售比的话 租售比应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吧 那么一点几的话你想想这个商铺的价值是多少 就马上算出来是吧 像我的如果现在就按照现在的区算 一万二 那你就已经是差不多要一千了 一千万 所以大家都是反对不行 那么之后这怎么弄呢 就大家都 将着吗 大家就是这样 对啊 我们也仇实 你看我们又靠这个商铺生活 你们也仇他们也仇 对对啊 他们也仇 他们如果他需要我们这块地 造地铁需要我们这边 你可以借过去用吗 借过去用什么意思呢 借过去他可以建了对排铺子 你说我这里全部要围起来全部要用 那你就借掉 你把我们借过去 借过去 我给你用五年之后 你这里地铁造好之后还给我就是 你拆掉可以 就是拆掉你要重建回来给我们 远样还给我们 我们也也接受的 其实地铁站范围还挺大的 像市区的话 他只用挖个口子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这里要造这么难呢 他们想造商场是吗 商场是的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也很发愁的 真的真的是愁死人了